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 這一節 就承接著上一節 跟大家繼續從軍事的角度 去探討時事 這一節要講的是台灣 鏡頭一轉 我們現在就來到台灣了 事源5月13日 即是昨天 台灣就是513大停電 消息指513大停電 就是來自輕達電廠的停機 目前指出來的原因就是超高壓回流牌 發生故障 足足造成台灣分區停電 有些地方停電超過5小時 台灣對上一次大停電 就是在2017年 當時就是8月15日 所以上一次就叫做815大停電 先說一下就是大停電 對台灣 造成哪些方面的破壞 然後才分析各種可能性 全台灣大停電法就不是辦法 全地方大部分都是 限電 要輪流限電 限電只有5小時 台灣社會就已經爆發大民怨了 甚至乎 台灣這樣大停電 就是打擊了台積電 世界晶片製造基地 的一部分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彭博社就說 南部的城市 高雄的發電廠 竟然發生了跳電 令到整個台灣 在廣泛的地方就發生了停電 的情況 台灣的主要城市 高雄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正正就是這個世界上 最大的 晶片 生產商 所在的地方 事實上台積電也說 輕達電廠是跳電的緣故 所以台積電也需要全廠停機 一度使得生產需要暫停 台積電方面也說 採取了緊急應變措施 也預備了後備發電機 應付這個狀況 嘗試將影響降低 換言之 其實 停電 對於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來說 就是一件相當之嚴重的事 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國家 的 防禦 一個國家的防禦系統 裏面到底有多少東西 需要用電的呢 當然 大家都知道 絕大部分的用電系統 都是有後備系統 尤其是軍事上的系統沒有可能 完全依靠電力 萬一電網被中斷的時候 那就代表你的防衛系統就會中止 所以一般的防衛系統和武器 一定會有後備的方法 但是問題是甚麼呢 後備的電源是否真的可以 去 處理到那麼大的電力需求呢 這次台灣的情況正好就是告訴全世界 如果他的電廠 遭受攻擊的話 那就有可能使得台灣 陷入癱瘓 尤其是在台海 那麼緊張的局勢之下 絕對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在停電的情況下 發生故障的情況下 要用後備 的水力發電 那麼 台灣又是遇上旱災 水情不好 台灣用語 水情不好 所以水力發電又不足 用電也超乎他們的想像 所以他們的後備 根本就是趕不上 所以如果 各種因素 疊加起來 如果 當時 解放軍 是要對台灣正式發動戰爭的時候 那麼到底台灣 是不是有能力真的可以應付呢 當社會亂作一大團的時候 如果是其他國家 我就未必會這樣說 因為例如你對著美國 你要用常規的武器進攻美國就不可能 但是 但是這個地方是台灣 台灣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假如他要進行作戰 其實他大量的部隊 就滲透了在台灣裏面 這個就是台灣一直所說 中共和解放軍 擺在這個 台灣裏面的第五中隊 第五中隊就是要從內部進行破壞 那就是 大軍壓警的時候屢應外合 顛覆這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台灣充滿著台奸 有很多現在還在拿著台灣passport的人在身處台灣 每天還在幫中共 搖旗立喊 再加上早前就是有疑似 解放軍的人員坐這個橡皮艇 嘗試登陸台灣本土 如果是這種類型 特戰部隊的人員 扮成普通人 特戰部隊 就不是那些所謂小粉紅 不是那些只懂得搖旗立喊 的五毛 以及愛國人士 那些人我當然不相信他有能力在台灣 發起破壞行動 但是假如真的有特戰隊的成員 已經在台灣滲透了 如果 他要進行近乎恐襲 進行這一種 前哨式的戰爭 即是說在發動大規模襲擊之前 先用這些部隊 破壞你重要的設施 這件事其實 最令人會想起的是甚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雷霆散兵 不過 他 空頭過來的方法 並不是真的 跳降落散 去到你的戰線的後面進行破壞 而是大搖大擺 是不是 就是走進去這個地方 跟你說 我們是愛國的 我們是來做生意的 大家也見識過了 中共的 所謂記者 絕對不是記者 全部都是國安 全部都是間諜 全部都是特工 要在台灣安排 這些這樣的特戰人員 有一個身份 當成是員工 這樣潛入去台灣 其實根本一點也不困難 甚至乎台灣本土就已經 收了大量這些特戰部隊 換句話說 他們真的有能力能夠破壞 台灣的本土基礎設施 尤其是最近的局勢 顯示 我們其實現在重新判斷 雖然我們覺得解放軍不會打得贏 不代表解放軍不會動手 最近兩次的橡皮艇事件 我們已經分析過了 另一次 完全不像是投奔自由的做法 反而極似 解放軍的特戰部隊在做踩線的動作 大家想像一下那個橡皮艇 去到台中的人 假如 他是特戰部隊 假如有一萬隻這樣的特戰船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兵力 他們會做甚麼呢 就像雷霆散兵一樣 就會去到國軍的防線的後面 換句話說 其實所謂的空降特勤隊 SAS 其實就是來自這個散兵 為甚麼SAS那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特戰部隊 就是跟對方兩軍交戰的時候 就去 敵方陣線的後面 進行入侵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一個交戰的狀態 你在敵方 陣線的後面 會怎樣呢 當然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險 絕對就會被人包圍殲滅 所以如果不是精英中的精英 如果不是有特殊的任務 根本 就不會無端端 有一個部隊空降在對方的後面 為甚麼要派出空降部隊去對方的陣線後面呢 當然就是要破壞對方一些 非常之重要的設施 例如去到敵方的陣線後面 就是去對方的機場 炸了對方的控制塔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台灣真的不能夠鬆懈 一次事件也是如此 兩次事件也是如此 這次 就很快就出來說電廠跳電 但是有沒有想過 電廠為甚麼無端端會跳電呢 是不是應該 很仔細去查一下電廠 到底裏面的工作人員 有沒有出鼓劃呢 雖然這些都是假設的問題 但是假如台灣真的不管的話 有可能就是遭受入侵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被對方的特戰隊 就會在後面大搞破壞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再講一下話題 拜拜